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唐书出来了 新唐书之所以要出来 当然它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 并且新唐书后来的力量还远胜过了旧唐书 当然它有它自己的所谓高明的地方 以新旧唐书的内容来比 新唐书删去了旧唐书当中的撰文 一共六十一篇 你要知道唐代非常长 两百九十来年的删掉了六十一篇 它增加了三百三十一篇 所以你知道新唐书之所以能够行 不是没有理由的 确确实实是有信的地方 在这个新唐书当中 最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两个表 跟一个制 制 什么制 选举制 这一点非常要紧 因为从两秦汉已降 直到六朝的时候 那种选举的方式都是延续的老套 那么就是所谓地方上头的父老观察 而后 那么认为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小孩子比较年轻 比较有出息 或者是地方上头的长官 他们到了后来的话 寻查地方的时候 看到眼睛一瞟 那么看到了某些人 凭他的人生阅历 大概觉得这个小孩子的话 年轻人的话 大概颇有潜力 看上去不是一副 蠢蠢奔奔的样子 那么用这种所谓选举的方式 那么到了隋唐以后 我们知道一个最大的信心 那就是进行了科举性的考试 因为以往的选举 我们讲起来 它基本上头 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看下 古人当然不会如此认为 但实际上就这个 如果你硬要说的好听 就等于现在你们这些 这些最糟糕的东西 就是真诗里面的面诗 面诗很简单 为什么面诗 就是看你啊 这个人怎么样 你可能的话 那笔的话 那写的那些东西啊 或那些作业 不过都是你的爸妈 或者你的老师带你写的 那都是假的 不能真正代表你 面诗看你 长的什么样子 因为你要记住 人一点都没有办法 古人说 富有诗书 气字滑 肚子里头藏了很多的书籍 有很好的文化教养 自然无形之中 就流露出来一般所讲的书卷气 是不是啊 所以它的气质自然高滑 有的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笨得要死 这个脸的呢 这些整个的是僵的 听着东西都没反应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好像他们听着还在云里雾里 当然我们必须要讲 这是相当主观 而且不一定的 有的人看起来傻不饥饥 但是我们也知道 自古就有明讯大智若愚 人经常会看走眼 连孔子都看走眼了 好 第二个 为什么要面诗 问你问题 看你肚子里到底有多少货 不是靠你的妈把妈妈 替你事先准备的模拟测验 而是抽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并且看你的机制 你的反应 你的表达能力如何 好 古代的选举 就是相同于现在的面试 但是实际上讲起来 那就也是看相 因为古人非常相信相熟 就相信一个人的内在 他会所谓建筑形象 所以才会一般后代用佛教语词里头说 向随心转 人的外貌会起一些细微 甚至重大的变化 那他是跟随着人一个人的内在 心灵思路 跟他的境界 人生的境界 而后起的转移转变 所以古代基本上是这一套 但这一套我们讲过 主观因素太强 尽缺比较所谓客观的考验 第二 这个东西经常可能会出错 尤其是被所谓的观察者 被参与面试的人 很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假 装作一副老十八基的样子 其实他妈坏了肚子 一肚子坏水 有的能说会到 到后来叫他实际花工夫做事 什么都做不出来 因此在了长代以来 就开始要举行 进行一个所谓选举上头的大的改革 这个大的改革也就是一般讲的科举考试 这个延续到今日 借着所谓回答试卷 这种所谓较为客观的方式 来测出一个人学养程度的高深 表达能力的强与弱 那么选举当然它并不是只有一条途径 就像现在讲的 有的是透过了申请 那么有的的话是通过了保诵 有的的话是通过了正式的 所谓的这个鄙视 各式各类的广告 管道 那么而后进入这个所谓的学校 那么今天所以他就特别开列了 选举之 选举当然影响这个 因为选举出来的人最后往往都要做官 而这个也就影响到官员他的素质的好坏 官员的素质的好坏 直接就影响到一个政权里面的所谓成好与的坏 或政权的安于为 当然政权不能只靠官员了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列了一个选举制 有他的这种时代重大意义 因为从唐以后 几乎都是延续的这个选举 内容可以有一些变动 考试的次数可以有些增加 考试的资格可以予以某些的限制 但整体而言这个规模的奠定下来 成为中国选拔官吏或者人才的最要紧的大里程碑 就在唐代正式完成 所以旧唐书 新唐书开列选举制是极有意义的事 第二 从圣唐崩溃安事之乱以后 整个的唐朝就陷入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 地方的节度史 最高的人都要节 过节的节度 温度的度 使者的使 各地的最高守官节度使 他们我们讲过自古以来 就是民政与军政混而为一 就是一方面他做所谓地方的父母官 管你的税收 管你的教育 管你的这些所谓的经济活动 但同样一方面 他也是地方上头的维持治安的公安单位跟军队 或者镇守地方免得有反叛者出现的这个的所谓政府的爪牙 从安事之乱以后 整个的唐朝分崩离析 这些地方上头的这些节度使们 好的 基本上还算都听中央的 很多根本不理中央政府 甚至起兵造反 最后 唐朝就在这一群 地方节度使 地方的这一股所谓的地方的军区势力之下 彻底瓦解 梁唐进汉州 老实不客气 就是某一个节度使取代另一个节度使 但是 讲穿的就是这个 看谁的炮多 看谁的机器能够炸得厉害 看谁那里面有原子弹 最后我的原子弹把你给轰垮了 好我就成了 把你征服了 我就成了皇帝了 那么还有的皇帝 可是还有一些人不服我 那怎么办 那就再打嘛 只在这一群节度使当中 这个节度使的力量最大 所以他成了皇帝 当然别人高启行也可以成皇帝 但基本上就是他是皇帝 所以那这个地盘最大的 所以就叫他 因为他建立的王朝叫梁 所以就要梁 唐 唐跟梁是同时并立的 要记住啊 梁唐进汉州 唐跟梁一直是在并立的 只是早些梁较强 到后来梁高垮了 唐就把他压过去了 所以我讲话 不过是由这个节度使 换做另外一个更强烈的节度使 进汉州也等同是如此 包括了最后的赵宋也是如此 赵匡应在当时 不过是周朝底下的一个一员 所谓的司令员 某一个节度使 最后其他的节度使 大家一起觉得 把他拱起来比较好 所以就陈桥兵变 就把他给拱起来了 最后他就统一了天下 所以从唐义将的五代 基本上头就是这群节度使之间的 相互抗衡 争执 形成的王朝 因此 新唐书知道这一点 旧唐书当然也知道 但是新唐书眼光 那么格外叮牢的这一点 就是节度使这个东西 并不是安室之乱以后 这才出现 应该相导过来说 正是因为有了节度使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酝酿的子宫 这才最后会导致出 某一些节度使力量过分庞大 最后不甩中央政府 甚至想取代中央政府 那个就叫做安室之乱 因为你要记住 安禄山本来是唐明皇很喜欢的一个属下 甚至认他为义子的干儿子的 但谁知道干儿子造干爹的法 你要怎么办 安室之乱的使 使 司明他们本来是这个所谓安禄山的部下的 所以也算是他底下的一门所谓的重臣大将 相当于他的国防部长 或副元帅 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最后呢 他妈把他给干掉了 就这样很简单 所以因为主重造在这一点 他就特别编转了一个方正表 地方上头 这些本来镇守地方 赵道理应该听从 中央政府天子的调动 并且为的是维持这个皇权的稳定的 结果到后来 反而往往他的所作所为 与设置他的目的相被返 不但不听从中央政府的 甚至想取代中央政府 或者跟中央政府划地为王 你管你那边 我管我这边 你做西边的皇帝 咱们做东边或北边的皇帝 因此他开列了这个方正表 那么在这当中 也就可以充分的显示出 哪一些地方始终是不安宁的 看得很清楚 同时也可以看出来 哪一些地方是如何的跋扈的 各位要知道在中唐已将 很多节度史的继任人选 不是中央政府决定 中央政府只是能行事上头的认可 像橡皮图章一样的盖下去 因为传给谁 那是老子的意愿 他就将所谓国家的一块地方 视为自己的私产竞篮样的 我要传给我儿子传给侄子 那就是传给儿子传给侄子 我要传给我这个学生或部将 我就传给这个学生部将 你中央政府不同意也得同意 同意好 老子也给你面子 上个表谢个恩 你不同意 不同意 你不要敬酒不支持罚酒 老子就传 你能怎么样 你来打 打 所以从这个方阵表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唐朝 是如何的从这个的所谓最鼎盛的大帝国 最后走向一个所谓分崩离析的局面 而迎接来一个节度史式的王朝 梁唐靖汉州 这五代 一个是选举制 一个是所谓的这个方阵表 它当中有一个表也非常奇特 我们知道在汉书里头曾经出现一个表 讲过它完全不合乎段代史的体力 那就是古今人表 它就是将人类分作所谓九等 一般不是上中下吗 然后上再分上上上中上下 中中上中中中下 这样子一共的九等 来区别人的所谓品格或者成就的高下 这个的古今人表实际上根本没有涉及到汉代 完全脱离了汉代 是从三皇时候一直到楚汉相争之际的这一批人 好 现在 新唐书也开了一个东西 这个表同样违反所谓断代 这个表计是从四皇时候再是早上是纪念的 然后在三皇后再跟四皇后再是一批人的 那就有点有点小才 是老许子对你 那这样的意料 你被尽量的方便在看下 那就是北京这个创作问题 在学校和言和学校 在学校两个学校的学校 在学校美校上 大家想要做一些老计校 我们可以挨学校并学校当学校 但学校图本学校长学校 讲中古这个意义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是从汉代一直到唐代 这位置中古 这是第一个要必须弄清楚的 第二 如果要论六朝的时候 从文化意义上去讲 那是要包括了唐朝在内 因为整个的隋唐是六朝的延续 所以六朝的风气 以写文章来讲 是平文居于鼎盛 正是因为平文居于鼎盛 这才会掀起韩裕要做的古文运动 恢复在六朝之前的那种文字 所古代的文字散文为主 正因为是六朝的风尚 当然它与六朝有很多重大的改变 是不一样的 但很多几乎还在延续的 就等于台湾 跟大陆已经分隔了七八十年以上 当然它会有极多重大的变化跟不一致 但是仍然不可否认 台湾的这个到现在的文化当中 有太多明显的是 传承于传统中国里头的东西而来的 你想去中国化 我没有反对你的伟大的志向 但我必须毫不客气的嘲笑跟鄙视你在做梦 凡是做不到的事情少讲 说我每个人都可以发神经病 说我好想做爱情之女神呢 我好想做全能的上帝哦 天天讲这个干什么 这是精神病患 这不只是什么有梦最美 它根本分不清梦跟现实是什么了 中国化气是你去得掉的 你永远都去不掉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美国在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北美十三州 它当然在很多地方与英国的本土 或者旧有的旧大陆 欧洲大陆之间 已经就早就有了差异 所以它要移民到一个星天地区 就是它本一有差异 要移民到一个星天地区 移民到一个星天地区去 当然人会受周边环境 不论是所谓物质生产 或者天气 天文气候的影响 都会起变化 再加上它原来已经有的差异 当然起的变化更大 但基本上头 这是整个的 还是欧洲的所谓的文化 作为它的最要紧的基础 以欧洲的价值的那一套的标准 作为整个的北美十三州这片殖民地 最要紧的价值架构 真正的美国精神 乃是在从开拓大西部 这才开始冒出来 好 换到现在来讲 你台湾你到哪里去开发 你跟我讲啊 他们开发太平洋啊 笑死人 总共他们就死在这个小岛上 你开个屁啊 你不可能逃出这个的手掌心的 我没有反对说 把某些中国话去掉 实际上我还赞成 台湾这些该死的很多礼俗 到今天不废掉 那就是中国话的影响 但偏偏这些人 这群狗屎的民进党们 通通不讲 你有本事的话 叫这些商店 都不要拜关公好了吗 你也不要拜妈祖 拜什么关公妈祖 关公妈祖又不是台湾产的 小死人 你有本事学的了吗 那这个所谓的那么赛下族台湾 台湾族里头去拜那个所谓的小黑人吗 矮灵纪吗 你为什么不拜 你不是要去中国话吗 这不是中国有的 讲些狗屁话 那一天到晚 那现在就回到整个的唐朝 当然有唐朝自己的特色 但是唐朝 仍然在很多地方延续了六朝的习惯 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 他的这些所谓的宰相 宰相当时相权是分作三个 所谓的上书省 中书省 市 门下省 这三省的合起来的长官 一般就称之为所谓的宰相 这一群宰相 大体上不出所谓二十多个到三十来个的家族 就大家轮流坐庄 你做完这任行政院长 下一任行政院长就又轮到乙家座 乙家座完了以后就轮到丙家座 丙家座完了以后说不定又是该有贾家座了 换句话说 这个中央这个行政大权的最要紧的 是领头人 领头羊 就在这几个所谓的名门望族里头 不断的打转 所以他要列出这个宰相表来 并且他之所以要是戏 那就是仍然延续了六朝的行脉 强调你的出身门帝身份 上次是不是特别讲过 他要讲究谱戏 谱蝶 就是要讲清楚 你祖先到底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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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唐朝完全继承下来 所以他要讲为什么这一群人都是所谓的讲起来好像把把持着这个所谓中央最高的行政大权宰相 就是上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这一群的所谓的人怎么总是由这几个家族把持 因为他们都是贵族 那你从什么地方可以见到贵族 因为从他的老祖宗的身份上头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家历史历代都出过某些重要的人物 所以他列了再相实际上 既然要讲祖宗家谱 当然就不止唐代了 那当然就要提伟大的光辉的过去了 当然很多伟大的光辉过去有些再早的是瞎说的了假造的了 但至少有很多东西是具体可考 所以有一些六朝的人他们究竟家里头除了史书记载的这样子的他的几个儿子 有时候你往往会在这个新唐书的宰相智习表里头发现他还有一两个儿子 有时候你可能会搞不清楚他家是怎么样子的迁徙到这个地方的 宰相智习表里面他可能会交代的相当清楚 祖父父亲是在这 到父亲的这一代可能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的自然上头的灾害 以至于迁徙到了某地 所以宰相智习表 从史书的这个限段而言 它是第二个突破断代的一个重要的表 跟古经人表足以相提并困 而旧他的重要性而言那当然更不必说 好 现在的一个事情就是旧唐书跟新唐书当然我们讲过各有各的所谓的优点 也各有各的偏重的所谓所在之处 所以才会讲新唐书删去了旧唐书大概将近有六十一篇 而更要紧的话是增补了所谓三百多篇 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难免当然还是有一大堆的重复 所以在清代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神炳镇 炳 火字旁边一个夹以炳定的炳 镇 地镇的镇 神炳镇就做了一个去重复 保留其他的所谓差异 可以互相补足的新旧唐书 合钞 合作的合 记住钞 是钞票的钞 因为古书里头用这种提手帮的钞 写的钞 很少 都是钞票的钞 用提手帮的钞 大概都是不妙的事情 那意思就代表烧杀抢掠 抢夺的意思 好 所以要记住 这就是神炳镇 有这样子的一部好的作品 留到今天 一般人 往往不知道好好利用这一本 新旧唐书合钞 好 下面当然就是所谓的 这个的所谓的 旧五代史的问题 旧五代史也特别跟各位讲过 已经讲过 但我怕你们又给我忘了金光 就是旧五代史 传到了所谓的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 已经完全不见了 这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新五代史压倒了旧五代史 而新五代史压倒旧五代史 丝毫切记 丝毫不代表 新五代史比旧五代史好 丝毫不代表 只是因为新五代史的编撰 欧阳修 地位太高 影响到方方面面 所以我这才说 有的人居然敢去研究欧阳修 我承认欧阳修极重要 应该要研究 但是要研究它 真的 你不是花一辈子 你不要想有什么成果出来 那些所谓性成果 都鸡灵狗碎的 吃只鸡最后 吃个凤爪 或吃个鸡脖子 鸡屁股 听说夜市里头很多考鸡屁股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讲过 欧阳修不但是诗学家 同时他是著名的经学家 以及经诗学家 他同时又是重大的文学家 跟所谓的文学批评的大人物 至少他开创了所谓的诗画这种题材 并且他是著名的诗家跟词家 他自己对于人生世道 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看法 虽然不敢讲他就是一位思想家 但是你可以说 他是有他自己的某一种想法的人 所以导致宋元血案 得还乖乖替他立了一个血案 这样子复杂的人 你就凭读他那妈的一个六一词 读他几篇上百篇的文论 散文就能讲他吗 这是笑话